Hello 大家好 今天明明是星期二 應該是昨天做的節目 但我昨天好像被打了一身 累到散了 如果這幾天有上街的人 在6月9日和6月16日有上街的人 都應該新同感受 我們先認識字 昨天我只想著 10分鐘就開始做節目 怎知已經是徹底的不省人事 看我睜大眼睛 已經是1點鐘 糟了 錯過了 出帖子也太遲了 所以今晚補個節目給大家 Sorry 大家今天就聽了林鄭的那個 記者 Sorry 是基你老母招待會 大家有什麼感想呢 覺得怎麼樣呢 今集會比上次更好 上次我們完全沒有提及過 任何身體健康有關的 今天我都想著留一點點時間 會做這件事 但是呢 因為最近呢 香港這樣 我們都不能夠不講的 因為老實說 它影響有多大呢 就是包括 如果這條條例通過了 外資會撤離 包括很多香港人都已經會移民了 OK Matthew Yuen的留言 我不可以從這裡讀出來 雖然我不是遲牌 但是呢 以前我們做網台 做時事節目 我都不少粗口的 如果沒有聽過的人 你都不要再聽了 但是呢 今次呢 因為這個健康節目 就不是時事導向 所以呢 都沒有什麼粗口的吃飯 不過 OK 今次是因為這件事實上 是影響了所有人 所以不能不講 今天呢 首先我們先開始 就是講一下最近發生的事 OK 今天那個 林鄭那個記者招待會 就是記你老母招待會 是五大街空的 大家留意到嗎 那個五大街空是怎樣的 五大法呢 就是 撤回修例是沒有的 撤銷暴動的定性是沒有的 追究警察使用過份的暴力 都是沒有的 引救下台是沒有的 要求政府承諾不檢控示威者 也是沒有的 OK 對了 嗨嗨 不是粗口 是英文 嗨 嗨 是不是 OK 好了 你看到我起碼笑得回來 就是因為 我相信 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政治人 如果要聽這方面的分析 大家要給蕭公子壓力 讓他快點開買 OK 因為他的分析 如果大家想看他的分析 未必是節目可以去決戰中環 看他的文章 OK 多謝大家 在這裡的朋友 多謝Delfin 多謝Hugo Chang Taksheng Eric 所有人 Matthew 多謝你們在這裡 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政治人 但是我相信 and again I could be wrong and I'm wrong all the time 我常常都錯的 所以 不用太認真 認真地變輸了 就是 我相信她有生之年 她都不敢再看這件事 我說的是林鄭的政治生涯 的有生之年 OK 但是代不代表她的繼任人 不看呢 不代表 OK 那她為什麼會支持這麼強硬 你想想 其實 大律師公會 法官 律師會 都一致去信 都表示 應該暫緩 不應該出著 OK 不應該推這條 因為 我們說香港 民眾對這件事 還有很多疑慮 但是她有沒有理過專業界別 說真的說法律 我才懂得招呼嗎 但是 法官 大律師 律師 甚至 被人認為是親中的 親中外國的陣營 律師會 都表示為有憂慮 都表示為不好 但是她有沒有理過專業界別的意見 都沒有 即她那種 你明白嗎 上天下地為我獨尊 還有就是 我要過就要過 她那種不理一切反對聲音 包括你看到 外國超過29個國家 都有發表過對這件事的疑慮 她也沒有聽 但為甚麼這次 你看到她今天會出來死狗 雖然是五大家空 都好 因為二百萬人上街 二百萬加一人 因為那位烈士 因為這件事而喪失了生命 這件事是引起國際之間的關注 而龐貝奧 即是美國國務卿 都已經表示 特朗普會在G20大阪的封會 跟習近平看這件事 是因為有國際輿論的壓力 而國際輿論的壓力 是來自於香港有二百萬市民 加一上街 是因為這個原因 說真的 我相信你和我這件事 不會有分歧的 就是共產黨 不能給亂說 對不起 語言比較粗皮 但他們不能給亂說 他不會關心 完全 生命對他來說 你死一隻馬 他會這樣說 你想想你六四要求平反 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 死了幾千條人命 接近一萬條人命 他有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去承認自己的過失 錯誤 沒有的 所以你明白 在共產黨眼中 其實人命不重要 那位烈士的犧牲 不會喚起他們的良知 我想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但是 他看到的是 他的面子有損 就是他覺得 好肉酸 就是 全球 人家說到 香港人應該被提名 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因為我們上街 我們會讓路給救護車 然後我們會撿垃圾 這個時候我想說的是 不要抱太大的車網 認為他會再出來說 我撤回這個條例 不會的 我不想我對 我想我錯 我想他說他撤回 我想他撤超暴動罪 就是對那五名的 所謂的暴動人士 然後我也想他會追究警察 使用過分的暴力 然後他會引咎下台 承諾不檢控 但是我覺得這些是過分的樂觀 對他來說 他們是穩定的政權大於一切 我純粹以如果我是他的角度 如果我是共產黨員 我是當權者 你二百萬人上街 特首就要下台 我就要撤回 那糟了 大陸的人現在用VPN翻牆上幕 個個有樣學樣 那我還不用做的 我不用做的了 我的政權不用管治了 共產黨用管治的字眼 因為他們一向都是 你明白嗎 高高在上 他們是父母官 你們是子民 你們是子女 子女當然要聽父母說的 整件事是否很噁心 是很噁心的 因為我們不納粹你們食招 但是香港 你說林鄭用管治的字眼 就很有問題 因為我想說 Her Majesty the Queen Queen Elizabeth the Second 我們的舊是頭伯 英女王 她不會用本字 I rule my people over my reign 或者my sovereignty 她不會用這些字眼 她會用 the people that I serve I serve my country I serve my people 你見不見到那個分別 這個就是文明和野蠻的分別 所以我們面對著一些 不論是藍絲 還是面對著現在的港共政權 如果他們只是關心 他們的盤子裡面在吃什麼 他在吃他的豬哨 裡面有多不多 還是他的治療好不好 你跟他說人權 你跟他說自由民主博愛 他不明白 他懂不懂這個概念 你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 我都在我自己生同女王的項目 我都說 你真的不要低估香港人的勞性 就是說 林鄭已經說了 道歉的了 你們不要再追究 不要再搞事了 我明天要上班了 我照讀 那個人叫盧盧 突發 林鄭已自怯 請你們不要再搞事 離身 明天我在金鐘上班 你想想 香港人的勞性 包括我之前在生同女王 和生同感受 那裡也有出了一個貼文 就是 在生同感受 有人問我 OK 不要介意 我再讀出來 因為可能有人 還沒看過這個貼文 那我是壞的 就是我用來貼堂 但是呢 有一個必要 因為我覺得 你們總會遇到有人 問你這些問題 跟你說這些事情 OK 等我一會 開緊 也不行 在生同感受那邊 留言問我 OK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還在找 很快很快 聽黨說跟黨走 超有心 我明白 我當然明白 還有我想說 因為我本身的 宗教信仰的原因 我一早 不是說 會發生這樣的事 是 我知道共產黨 對人命的 那種草奸 還有它完全是 它不會理你 我剛才所說 你想想當年我們 我們聽到西藏有人自焚 我們什麼反應 我們沒辦法理解 對吧 我覺得 做什麼 而 我自己 尤其有這個宗教信仰 我會覺得 你沒理由 你出家人 就是 喇嘛 爭眾 會自殺 是不可以的 是對我們的教條 但是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以前的我們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今時今日 很不幸地我們明白 是一個多摩痛的體會 多摩痛的領悟 就是以死相間 以死喚醒 其他再沉睡的人 是多摩痛的領悟 唱也可以唱 我想讀回那個貼堂 就是 Kellie Chan 那個聽眾 或者那個留言的人士 你有沒有想過 我這樣會阻止人上班 影響生計 如果有急事影響人問號 為什麼要這麼自私問號 沒有其他不影響其他人的方法 嗎 這樣 OK 我就逐個回答她 我就回應你 阻止人上班 影響生計 你有沒有想過 條例通過了的話 外資紛紛撤離 股市樓市大塌 人人都負資產 隨時已經失業了 剩下的中資又因為 中美貿易戰五龍七雙 自顧不下 到時你真的可以在家裡 慢慢休息 不用擔心上班 現在阻礙你 是因為 為了一個greater cost 一個更偉大的原因 這條條例通過了 香港就玩完了 你會因為這輪火燭 還在擔心回家會遲到 不要玩了 第二條 回應她 有急事會影響人 港鐵經常都壞車的 甚至撞車 影不影響人呢 為何她還是每年可以加價 沒有她的 因為她可以 因為她可以 因為她獨市 她沒有競爭對手 又有政府跟她參與 她最大的股東是 政府來的 而她為何可以每年加價 因為她可以夠交 即夠僵話 我們地產項目 不撥入我們的收益 你地產 你那些圓方 那些大的基建地產項目 你居然把收益撥走 為何你可以撥走 對不起 同一家公司 我不明白 你喜歡可以這樣做 可以 政府不出聲 為何 因為她有份 就說完了 好了 再說巴士 巴士幾年都有意外 發生意外很多次 原來是跟什麼有關 跟車長公事過場有關 車長都是人 她需要維持生計之餘 她都需要休息 但是政府的政策傾向於商界 而香港又沒有強大的工會 OK 所以即使之前有組織過遊行 也好 罷工也好 權威都沒有改善過 你想想 如果車長組織罷工 那些香港人就是你 Kaley Chan 就說會不會影響到人生計 這樣很自私 是吧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為了自己上班 可以順利上班 那車長是不是人 你明白我想說嗎 如果我們香港不可以團結一致 我們只會被人繼續剝削和壓榨 為什麼外國是會發動罷工 會發動這個罷市 為什麼外國人就可以團結 可以向政府爭取到福利呢 以及我們的權益呢 我不是要你施捨給我 我只要拿回合理和應得而已 還有說真的 好像你講價那樣 喂 你叫他半價 他還你八折 然後你最後七五折成交 那都好過你到時100% 你明白嗎 OK 他不失驚無神 你不扭 你不扎刑 沒有東西的話 他不會失驚無神 真的關心你 你會不會公事過場 你們會不會想 這個樓價便宜 你想不想多些高屋和居屋給你們 不會的 因為政策傾斜 你自己看看 到底誰是香港政府最大的納稅人 我們是 我們固然是 但是地產商 地產商是最大的納稅人 而你覺得 香港很好 我們交稅交16-17% 然後我們沒有消費稅 但你有沒有留意到 你交給什麼 你交了地產稅 你交的地產稅是間接稅 你交給地產商 地產商交給政府 那就變成我們做大了 那些發展商 你猜新界現在 其實有很多地產 擺在那裡沒有起 沒有的 沒有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團職居期 四個字都說了 就像擠牙膏一樣 你永遠都不夠 我擠一些 我又擠一些 我又擠一些 你們沒有地方住 對吧 你沒有地方住 那我推出一個樓宇單位 一個樓盤 你不就是搶了 對吧 那我當然要 令到那個需求很大 而那個供應很小 我才可以 價錢 一直叫得這麼高 政府有沒有干預過這件事 有沒有出過聲 政府的起樓的速度 跟不跟得上 香港人需要 香港人對樓宇的需要 沒有 其實 對吧 那你自己想心一層 為什麼要移動交易公園 而不移動高爾夫球場呢 高爾夫球場 你和我有沒有分手去打呢 沒有的 只有一群有錢人 戴媽撒打而已 但是 高爾夫球場就是 大有錢人 和戴媽撒去 政府官員都有份去的 但是呢 交易公園是 所有香港市民都有份去的 為什麼你會移動一個 所有香港市民都有份去的 而不移動一些有錢人去的呢 很明顯就是政府的立場是怎樣的 所以 車長的公時過場 nobody cares OK 招標招來招去 為什麼投來投去中那些呢 都是那些人 為什麼 都是有親中外國背景的 財團在背後 會投得這些 其實 睜大眼看清楚 如果香港人沒辦法團結 我們是連財團都沒有 這次二百萬加一人上街了 原來你香港人都能團結到 當然有些字像還在說 說這個出真子彈 包括九巴後人 OK 包括不同的食肆 花虛人 有一間店都是 就說 死了兩件就對了 這樣 如果想知道是哪幾個呢 上我生同女王的項目 老實說 我已經答應過大家 我就說生同感受 我不說那麼多政治 我主要是說關於健康的事情 但我上一集 都有說了 香港已經病了 那我不是香港不需要治療嗎 所以現在 作為治療者的角度 我就說我們如何治療香港 我講一半的時間 另一半的時間 我會講回我們人體健康 好嗎 OK 好了 再講了 就是 講自私人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自私 示威者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甚至是沒有經濟基礎的學生 大學生、中學生 這條條例如果通過了 其實最少影響的是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車、沒有樓 N無 他們的影響根本不及你那幫中產 有樓、有車、收緊租 也不及大商家、大財團 但為什麼這一幫沒有車、沒有樓的小朋友 年輕人要出來 去表達他們的不滿 他們是要犧牲他們可能會有案底 將來去不到外國讀書、移民 他可能要犧牲 他會要坐牢 有牢獄之苦 他都要出來 說真的 他們有什麼要失去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將來是屬於他們的 香港的將來 不是屬於你那幫中產 你那幫四、五、六、七十歲的 OK 喂 你們 我不會說是我們 因為我都不是那幫 這幫年輕人 就是你們自己 住一層樓 又拿著一層樓 收緊租 各方面都生活很安逸 的時候 你覺得這幫年輕人 怎麼說 就是擾亂的社會秩序 令到你的利益 受到這個剝奪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因為你過去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他們今天才要上街呢 請問 你又不見新加坡的年輕人 需要上街 為什麼他們不需要 因為他們有屋住 他們有教育 還有他們的政府 雖然 都是高壓的 但是 起碼不是極權 起碼都叫做 有不同的政黨更替 有普選 香港有條招 所以這幫小朋友 走出來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 殖民地時代 六、七十年代 原來那個美好 經濟起飛 他沒有辦法享受 而他現在是面對生活 充滿壓抑 他永遠都買不到樓 永遠都 我要做多少年 我什麼時候才能買樓 他沒有希望 你明白嗎 所以 他們看不到將來 他就是要出來抗爭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他們爭取到 成果是所有香港人都有份 包括你這幫 中產 大財團 大商家 如果通過了 最糟糕的就是你們 OK 但是如果 過不了 他爭取不到 什麼都爭取不到 OK 現在 睡在醫院的是他們 流血的是他們 挨子彈的 橡膠子彈 布袋彈 不要以為 張家子彈布袋彈 裡面沒有東西 裡面是鋼豬 是痛的 還有 是2000Joules 如果有打戰鬥 知道有多重要 我們那些 改到150 記得是150 打下去都會有魚 都會爆肝 然後是2000Joules 你們自己上網看看 那些相片 它是非致命 但它可以令到你內臟出血 如果不是那個 這個 異事都不會 躺在地上 嘔血 如果不是內臟出血 怎麼會嘔血 如果我們爭取不到 留的是他們的鮮血 撞送是他們的將來 而你呢 還在安座家中 絲毫無損 所以你不可以說他們自私 你沒有資格 這個Kelly Chan 我不知道她是否我的大客 經常上來我店裡光顧 我真的不在意 因為我需要說 我認為是對的說話 行不行 好 到最後 有沒有一些 不要影響其他人的表達方法 6月9日 我打錯了 6月2日 6月9日 103萬人遊行 多名法官聯署 大律師公會 律師會 出了聲明 全球超過30個國家 對修例表示憂慮 泛民主派多次 表達反對修例 網民發起多次的聯署 你有沒有聽過 這是平衡宇宙的 其實真的 你沒有聽過 我們沒有出過聲嗎 由3月反對到現在 大哥 對不對 為什麼 你還是覺得 我們什麼都沒有做過 一來和你上街 你看回 那時候 2003 2004年 韓龍在香港 人家那些 就真的叫做騷亂 人家有炸氣油彈 六七 就真的暴動 死了人 OK 林彬呢 是不是 那對子弟 不信 上網找回歷史 香港今時今日 還上到 Google 你可以搜尋 的 OK 現在我們不是說 Google要特權階級 才可以上到 遲早有一天 我們是 要上場才可以看到的 但是今時今日 還是看到的 包括我講的健康資訊 OK 你想看回 出處在哪裡 有時候 我會上傳 有時候我忘了 但是你是可以 找到這方面的資料的 是的 現在 政府是強權 是高牆 我們是弱勢 我們是雞蛋 如果不是 200萬零一人上街 這件事 不會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算不算贏了 看你有多樂觀 我不認為我們真的贏了 為什麼 因為 四大街空 很簡單 所有事情 都 現在有些什麼 他對 是的 即 我們沒有東西 是真的成功爭取過 你明白嗎 他只不過是 他不夠膽再提 外於面子 他對全香港市民 是站定定的 但他對1200人的損毀 道謝他90度鞠躬 這就是林鄭月娥 為什麼他不下台 為什麼我不 不是說我不喊口號 但我不奢望 在一個現實層面 就是因為他下不下台 不是我們說了算 為什麼不是我們說了算 如果外國任何一個民選政府 他就已經老早下台了 為什麼他沒有下台 現在 因為他的阿爺 中央沒有叫他下台 為什麼中央不叫他下台 因為 你們一班人上街 我就要叫他下台 那我就很沒面子 你明白嗎 所以 我們是否要傳收 不是 我們是否成功 沒有 我們是否贏了 都不是 但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可以團結香港人 OK 我們 例如 罷貨 罷市 罷工 這些我們可以 隨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這個很有用 因為經濟命脈 OK 好了 還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 這個你說 罷貨罷市 我不敢想 哎呀 我們知道 等一下我一個人霸了 然後老闆炒了我 我就知道 是明白的 當然我們說的是 要籌劃 當然這個時候 就需要一把聲音 去unline大家 就說 大家一起去做這件事 不是你一個人 人家當你射波 你射多兩次 就炒了你 所以我們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要一把聲音 去傳結大家 但這個時候大家就說 我不要有大台 我明白 但有時候是需要有大台 OK 有時候是需要和理非 但有時候有需要勇武 是等於一把利刃的兩邊 OK 當你需要有文神的時候 你都需要有武官 兩樣東西需要同時並存 如果那個人有年紀的 體力不行的 而且他不認同勇武的 那他就坐在那裡 他可以去表示他的訴求 他可以遊行 你看到大部分人 都是和理非 都是願意以遊行示威的方法 去表示訴求 但有些年輕人 他認為這些沒有用的 他要勇武抗爭的 我們給別人有他的自由 OK 我們希望不流血 我們希望不受傷 我們希望沒有人被捕 是真的 但是我們不要 賭灰 我們不要指著別人 說別人錯 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們 我們 大家都是同路人 我們不要指責同路人 這麼多年 很多人在罵泛民很廢 泛民是否最有政治智慧的一群 未必是 但是他們有沒有做事有 我們就這麼說 武功都有勞 他們做了的事未必是最聰明 最有戰略效果 最有成績 但是他們畢竟是有爭取過 而我們這次經歷過 14年雨傘運動之後 我們都聰明了 是不是 我們這次的暴力 比起之前 比如魚蛋騷亂 我們也少了 所以其實大家都一直在增長知識 大家都在學著 但是我希望大家團結 不要指罵對方 說別人勇武就是鬼 然後勇武又說和理非廢 我們不可以再做這些 我們兩者需要並存 我們彼此支持對方 還有我想說 如果是有能力 因為我是電腦白師 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大家是收到的片段 在Facebook上面 你見到的那個人 他只不過是移動的鐵馬 然後被警察在對面打個眼鏡 然後他就已經淚低 那條片 保留了他 我不懂得保留 但是你們懂得保留 麻煩保留了他 好嗎 然後你見到 有個學生 他在走 他背向警察的 所謂速龍 然後衝過來 然後 拉他到地上 然後六七個人打他 那些片子麻煩你們 懂得保留的人 把他剪掉 懂得剪片的人 把他全部剪掉 一條片可能30分鐘 或者多少都好 然後把那條片 傳出去 傳到不同的 國際媒體 以及傳到不同的領事館 這些我們是需要的 OK 因為我們要被人權組織 然後國際的軍事法庭 看到 因為沒有他的 他們正如現在推來推去 當初很強硬地說要推 然後零三萬人上街 當你無刀 說恢復異毒 然後挖擊發了 這麼大場的運動 騷亂了 OK 然後出了150顆催淚彈 無數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 請問 我想問你 盧偉聰 你說五個人被控以暴動罪 你需要不需要150個催淚彈 對付五個人 他五個是什麼 哥斯拉 哥斯拉都死了 說真的 你用不需要出150個催淚彈 一個人要吃 多少個 30個 你真是麻煩你了 現在 好了 盧偉聰就賴到前線警官 前線警官就再賴到什麼 那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的速龍部隊 可以上面是沒有號碼的 OK 然後 使用過多的武力 這些全部都要追究的 而我們的追究 我們發起聯署 我們傳去海牙 是否國際法庭 是 OK 接著我們傳去各大的媒體機構 大家集合大家的力量 還有 有沒有得想影子政府 OK 民間政府 有沒有得想這些事情 還有 對不起 回到我的老本學 我是一個廚師 OK 一個健康師 有沒有得 譬如我們 聽眾當中 OK 支持民主自由 希望爭取到真普選 聽眾當中 有沒有我們可以籌組 譬如說 我們一個社區關內組 OK 譬如當中 有人是醫生護士的 然後我是一個健康師 我是有廚師 我自己是 我的同事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 大家 煮一些食物 去關心老人家 令他們 不要那麼容易 被人掌心雷 去了雲戰聯那邊 你明白我的意思 OK 譬如有些大人的抗爭活動 我們是否可以做支持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OK 譬如聽眾當中 或者我們自己人當中 有人是懂得 譬如推拿 針灸 我們是否可以籌組自己的外護健康組織 我們去幫助老人家 關懷他們 順便跟他們說一下 普選的重要性 然後現在政府有什麼不好 我們可以做什麼 到時候我們可以用 我們日積月累 就是民建聯 建制派所做的事情 我們做相同的 OK 我們大家出錢出力 OK 不是叫你們課金 你千萬不要 OK 譬如有沒有一些人 比如社工界的人 願意籌組這些東西 我們大家投入我們的力量 譬如 沒有的 你是氣功師也可以 你是靈氣 就是Reiki Master也可以 OK 或者我是Health Coach 醫生護士 推拿師 針灸師 大家組團 一齊 譬如你們說 我們需要一個廚房 你用我的廚房 喵攜充 沒有問題的 用我的廚房 煮食我們關懷 弱勢社會 我們爭取他們的選票 我們煮食給老人家 露宿者 我們爭取他們的支持 好嗎 OK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 或者會不會有一輛 有人有一輛七人車 舉例 可以載著 如果有人是醫生護士 跟著推拿師 我們載到老人院 幫助老人家支持 我們一起做些事情 OK 不要全部掉下去 給老人家 我講的就是蛇齋餅種 但是泛民主派版本 OK 當日2014年的時候 雨傘運動的時候 我就在做這件事 我煮飯給學生 但是我沒有繼續下去 因為我不想舔這個光環 但是今時今日 接下來有選舉 我們當然要 血債飄償 是不是 你要我們年輕人流血 我當然要你 喂 你不要想著你們 還可以選到 就是你一個二個 我要你真的 好像今次的曠神做得很好 民主派做得很好 OK 包括 胡志偉都是 他前線吃催淚彈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到這件事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們要給他們 鼓勵給他們 我們要支持他們 OK 那我們做多些事情 他們有他們在立法會幫我們守住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問回民間自發 做一些事情 OK 你們儘管給我 OK 你們儘管給我一些想法 OK 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一起討論 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的 我們可以一起面對面開會 看我們做些什麼 OK 老人家受些什麼 我們就給些什麼 給他 OK 他要總 喂 我們不懂得包總嗎 只有你建制派認識嗎 我們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真的我們照做 是吧 他們有免費糧血壓 我們都可以做的 沒有問題的 照做 OK 我很猛的 我在銅鑼灣 只有一個區議員 候選人 上一次可以自動當選 OK 沒有問題的 我們做 大家儘管想想想 例如這個社區關懷小組 大家泛民做這些事情 OK 大家二百萬人 每人捐十元出來 都二千萬 有沒有計錯數 沒有 OK 都有時間用 都可以買到種 OK 大家都可以 可以做多些飯盒 派給老人家 捐米給他們 油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好嗎 不要笑我 白德神家區議員 臭小子 OK 這個是遮理布丁 OK 所以 這個時候 大家儘管 雜思廣益 OK Uli也說會包 OK 我有一個持牌食廠的 是吧 食品製造工廠的 有牌 大家一起上去包 OK 大家一起去探老人院 不要想著我去選 我不是想著我去選 然後叫你們支持我 不是 OK 我是意思說 我們可以支持泛民 OK 讓他們繼續去做 他們要做的事情 還有聽著 所有未登記做選民的人 拜託你們一定要登記 我隨後會在forum 還有在生童感受 還有在女王 生童女王 都放登記做選民的連結 一定要登記 在截止 7月初 7月2號之前 我們一定要登記 OK 做選民 我們要投給我們認為 和我們理念一致的人 這次你覺得 在這場運動裏做得很好的 譬如匡神 無得頂 胡志偉 做得好 還有基師 基師叫做 譚文豪 是Jeremy 對不起 對不起 另外很高的 是 卓廷 是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記性差 但是我知道你們做得很好的 我們支持我們那區的 代表我們理念的人 OK 我們分析他們 好嗎 我們做 我們有什麼做就做 還有我們 做什麼呢 沒有的了 其實 就是 影子政府這件事 可能真的要問 蕭公子 因為 都是那句 我政治智慧不足 我基本上是 拍得著燈神 我支持那些 選立法會也好 選什麼都好 都是選不到的 因為我真的看靜光 我真的覺得 那個人真的做到的 我就 支持他 我上次支持司馬民 但是 他選不到 但是後來他都轉移 給了 其他候選人 我現在喝了一口 然後我會用十分鐘講健康 OK 好了 轉台了 但是轉台呢 我會扭到的 我會怎樣扭呢 譬如你想想 為什麼過去兩個星期日 我們會走出來 走出來是不是一個 physical activity 是不是一個 身體動作 是不是 是 OK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不滿 我們生氣 是不是 OK 那你聽不聽到是什麼 就是一個 身體層面的東西 背後其實是有情緒的支配 如果大家有慢性病的話 你們要留意 往往不是單純肉身層面 就是你覺得你胃痛 然後你經常吃藥 其實背後是有情緒的誘因在後面 哎呀 何韻詩真的要參選 說真的 對了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會上家 為什麼禮拜天我們不在家 睡覺啊 然後說我們 就休息一下 或者我們跟朋友打牌 或者走一山 或者做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去做同一件事 背後是因為我們有 很濃烈的情緒 就是我們生氣 我們不滿 OK 所以同樣 在你的身體層面 往往一個不舒服的情況 尤其是慢性病 如果你純粹是說 我逛逛逛街 然後我看不到那裡 原來凹了 我一屈 腳就咬了 然後就腫了 這個明白的 這個腫了的話 就是你真的因為那個屈 但是你可以associate 它會單一事件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慢性病 比如你有偏頭痛 或者你有胃痛 或者你全身的關節有痛症 它往往是有其他的原因在後面 所以我們要看幾個層面的東西 比如說 在肉身的層面 你是不是吃的東西 是會誘發這些東西 比如你吃很多的糖分 糖分不是甜品 捉到麵飯和麵包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這東西 令到你的身體會有嚴症 又或者說 你吃的油裡面 很多是偏向了Omega6和9 而Omega3不夠 所以就令到你的身體會發炎 或者你是不是吃很多速食 即是很多即食的食物 快餐 這些都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或者我喝很多汽水 這些都是 然後背後的情緒有因 為什麼我上班 因為我懶惰 我懶惰我不滿 那後面的原因是什麼 原來是憤怒 原來是因為壓抑 原來是因為我有很多的失望 我沒有處理 這些有很多方法 比如我們叫做Shadowwork Shadowwork是什麼 就是你看到一棵樹 參天大樹 你看到它壓立了 可能百多年 甚至有些是上千年的樹 而這些大樹 你看到它上面很漂亮 很大棵 但你看不到其實它的根 是扎根得很深 而下面 是看不到陽光 是很黑暗的 很多蟲 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亞洲人 尤其是中國人 是很喜歡拿自己最好的面 出來見人 但是我們的人性化那一面 往往是被壓抑著的 你看到儒家思想都是 都是說黑己服禮為人 黑己 那你就不斷地把你的情緒 你的人性那一面 一直沸沒 一直蓋住 我們不願意面對 我們自己的陰暗面 黑暗面 但是你不面對的話 不代表它不在 正如中共不面對六四 但是中共不面對六四 就變成我們每年都會去維園集會 西人不會忘記 但是有沒有人經常去指著 德國政府跟他說 當年納粹 希特拉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已經承認自己的錯失 所以如果我們要戰勝我們的黑暗面 首先我們要面對 這個東西是shadow word 比如一個人 一個人 他打給另一半 他另一半沒有聽電話 如果他的shadow 他的陰暗面 就是多疑的話 他可能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在做一些 不讓我知道的事情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為什麼不聽我的電話 如果那個人是很沒有安全感的話 他可能已經覺得 一定死了 一定去滾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比起我 我打電話去 他沒有人聽 哦 晚點再打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 你要明白每個人 看這個世界 都是透過我們自己的那個鏡片 就是那個鏡片的 我們如果你說回 有這麼長一年多的我們 就是我們說回 哦 可能90年 90年 90年的時候 警察王家警察 我們覺得 是信得過的 是很好的 是我們 如果有什麼事情 我們要報警的 我們覺得警察是好的 好人來的 但是今時今日 你問一下大家 覺得警察是什麼 黑警 打小孩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就是因為回歸了 因為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警察就是警察 那你一樣可以說 媽媽是女人的道理就是 警察都有好人的 她都有壞人 你害群之馬 總會有的 任何大機構都會有的 樹大有枯枝 你經常都聽到 那些人說廢話 喂 問題是 你做的事情 你一天不出來承認 我一天都會 hold you accountable 我們為什麼要黑警 我們為什麼要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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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ame of thrones 那一幕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我們要增加這個 港共政府的管治成本 是不是 令到很多年輕人 不寧願進入警隊 為什麼 因為你們這幫人 傻瓜 我們不是想笑你偽俊仔 但你真是傻瓜 因為老實說 你被人擺了上桌 你明白嗎 這個政策不是你們警隊要推的 引渡條例 是 林鄭一個人 一意孤行說要推 她不理一百零三萬人的意見 她是要星期三恢復二毒 所以才會爆發這麼大的檢民衝突 其實你不需要做磨心的 你清晰一點 如果你有這個獨立思考 你知道你不需要做磨心的 是不是 站在你對面那個 你拿著 喂 防暴盾牌 你拿著伸縮警棍 你有催淚彈 橡膠子彈 布袋彈 對面有什麼 口罩 眼罩 還有 沒有的了 OK 你跟我說你害怕 你真槍也有一把 你害怕什麼 你害怕他人多過你 哦 那你以前拒不拒散到那些人 拒散到 是不是 你覺得人家撞鐵馬 你很害怕 喂 不好意思 說真的 你有真彈 我更害怕 對不對 香港的示威者 我們的對象是林鄭政府 OK 不是你警察 你被人擺上桌 你做個傻子 你是磨心來的 但是今時今日 由於你那一刻 你不克制 由於那一刻 你明明可以描高一點 你可以描左一點 右一點 你是要射眼 你是要兜頭搏下去 OK 那你就要承擔 那你有害群之馬 我明白了 但是那怎麼辦 對不起 警隊就是警隊 我不會抽出來 警隊 我只是指出哪個PC什麼什麼 沒有的 因為 你代表警隊 所以你們要共同去承擔 因為你們的共業 講完 OK 所以我們全民不合作 譬如 我不服務警察 是啊 我店頭 我不賣東西給警察 你不用找我做討論 你不要跟我說你有痛症 你不要跟我說你 全身邊不舒服 我不會幫你 我不會幫你做能量治療 我不會幫你做情緒治療 我不會幫你做靈性治療 什麼治療都不會做的 OK 我們問清楚你什麼職業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服務警察的 OK 如果其他人 你們有店頭的 有自己的生意的話 勸你們加入這個行列 OK 如果是同路人的 我們可以給予更多的好處 不是說我們貪小便宜 並不是 但自己人當然要支持自己人 香港人不團結 你可以靠什麼 你真的可以依靠外國勢力嗎 有 我們不用這樣 你有沒有計算過 如果我們計算6月9日再加上6月16日 兩次的遊行人數 103萬加200萬加1人的話 每人是2000元或者什麼 其實要50幾億的 請問誰給了50幾億了 你真的沒有收回到2000元 如果哪裏有得拿 請出聲 因為我拿去打骨也好 因為我真的全身痛 麻煩你 所以我們要增加這個 林鄭管治班子的成本 她的管治成本我們一定要增加 我們傳去國際軍事法庭 我們去信聯合國人權組織 國際媒體 趁現在事情還熱 到處傳去 懂得剪片的剪片 懂得加字幕的加上字幕 加英文字幕 接著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服務警察團隊 我們要支持和路人 所有能力的 將你的專業貢獻於這個團體 這個組織 我們一起去做 就是剛才所說的 在醫生的護士的救護員的 推拿師 針灸師 中醫 氣功師 靈氣師 好像我這些 food coach 廚師 社工 我們一起組合 去幫助泛民 去助選 OK 大家一起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我們甚至成立一個基金 去幫助被捕人士 或者幫助我們這方面 需要印些什麼 做些什麼 記住 不是我做 有些人比較聰明 找他們做 不要找我 我這方面很白癡 但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會盡量配合大家 好嗎 所以 就是 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的身體情況 像我上次有個客人 他有糖尿病 他想上來 檢查麥倫 即是能量層面的東西 我跟他說 你檢查麥倫是沒問題的 因為糖尿病會跟什麼有關 疑狀和皮狀有關 但是 你檢查麥倫機 可能你的太陽輪 因為在疑狀和皮狀的範圍 可能能量真的會低一點 但你不能說 我用一個麥倫杯就可以了 我繼續回去吃雞蛋仔 我繼續回去吃糖 還有 我下一餐來吃乾壽荷 然後吃麂線 再吃格仔餅 你不能這樣 你要明白 或者說 你是需要 野食那裏 你要控制 OK 野食控制 包括醫生開了 也給你 你要吃 但你也要控制你的飲食 好 接著 就去到這個情緒層面 有沒有一個情緒 會令到你那個糖尿病 一直都沒有辦法清 沒有辦法好 如果有 我們找他出來 OK 我們處理了他 再下才是能量層面 不要想著 我買了一個麥倫杯 回去就可以了 那不用搞這麼多事情 這樣 不是的 OK 麥倫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沒錯 但是你的食物 都還需要控制 所以他並不是互相抵消 明白嗎 然後去到靈性層面 是否有些靈性 譬如我們說 有冤親債主 或者有些侵入 還有你有守護靈在身邊 如是等等 這個當然是煞滿的 但這個當然也不是 給基督徒 或者天主教徒 或者回教徒 我們是針對 譬如他沒有宗教信仰的 Open minded的人 我們幫他做這些靈性上的治療 OK 好嗎 下一集 再看看情況如何 如果沒有特別大的進展 我們可能就全部回歸 繼續說回 關於身體健康方面 但如果還有一些新的發展 我們可能還會提到 關於時事和政治 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 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